我们的家非常的平凡 非常的普通 有一天开始 家里出现了许多新的脸孔 我很期待地打了招呼 他也很愉快地回应我 他送了我们许多礼物 一个 两个 三个 还有很多数不清的礼物 多到我们已经没有地方放礼物了 礼物还是越来越多 我们常常因为礼物太多了 所以必须让出通道放东西 直到我快要没有空间了 我发现空气也渐渐变少了 亲爱的朋友对不起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再收下这些礼物了 因为太害怕礼物了 所以我们不再回到这个家了 直到有一天 又来了一群新的朋友 他们这次没有微笑 而是皱起眉头 我们原本很害怕 他们又要送我们新礼物 没想到 他们是想要帮我们收拾旧礼物 我的家又慢慢变得宽敞又舒服 让我能自由自在地呼吸了 我不是什么伟大的存在 我只是大度心里的一只小小的鱼子 如果你想认识我 请不要再送我礼物了 请你轻轻呼唤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就叫做巴士银居 巴士银居它其实它分布的范围比我们想象要的狭窄 因为很少鱼类在地里分布上 只分布在一条溪 那是非常罕见的 那它只分布在一条溪的话 其实事实上是非常危险 从去年到今年的合作呢 我们就这个大概富裕了 大概数百尾的这个巴士银居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个巴士银居呢 是台湾在一级保育类的 这个鱼不要在台湾的消失 它能够继续的在这块土地上 跟着我们一起成长 假如不考虑在机构做保总的话 我想不久的将来这个银居 会随着其他旅客鱼类一样 会陆陆续续会在台湾消失 在这条溪如果灭绝掉 全世界都没有进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